我們說說李寧2331 因為公司公佈了截至6月底為止 中期順利最少升1.6倍 到最少18億人民幣 主要是由於收入增長 和經營利潤率持續好轉 看到安達6月22日出了一個盈利預期 你又如何解讀李寧那份預期 其實體育用品股也升不少 我們都談了不少次 你覺得這些好消息 Price先曬了嗎 還是這個勢頭可以炒到東京奧運 一定有Price先曬了 Price先曬了嗎 我覺得七七八八 意味著還有20%還沒Price先曬 所以可能還可以升 還有兩成 但問題是你現在才去購買這兩成 我覺得算了 其實李寧你問我 我由20元開始 我都覺得體育用品股一定是買你的 但問題是 例如年初那段時間 12月所有報章雜誌都會問 今年買什麼好 我都說李寧是其中一種要想的 但問題是 我不會吃到七十元上八十元的針 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李寧今年唯一跌眼鏡的地方 就是想不到新疆棉事件出來之後 他們的升幅會比預期中更加誇張 因為其實你看看用品行業 上年又低基數 今年又隨著特別的疫情慢慢彈發 我們社交活動、運動的狀況 你看CBA那些都照打 那些人都照入場 那你說很多東西都回復一切正常的 你Nike近期都升很多 因為講的問題 你看NBA也是 你看很多美國的運動盛事也是 那些人都坐滿了 很多東西都回復正常 所以導致大家入場買一件波衣 那銷售量自然厲害 但問題就是 你涉及一些基數效應 你今年有一個超高基數 疫情後復數 但不是長遠有這樣的增長在 所以反映股價去到這些位置 你當然現在用預測成率去計 可能都是說 五十多倍 四十美倍PE左右 不算很過分 但問題就是 如果未來看到基數過了 高峰期過了 接著開始有一個見頂回落 即是增長放緩的情況 你可以有調整的 可以低一點才去買 所以我覺得你0的出發點 就是不會在這些位置買 買不到就算了 這些位置 你等它出現一些深一點的調整 整個星勢要打破了 然後找到一個支持位 然後才想去買 而你看圖上面 畫上升軌 什麼位置才能打破升勢 大約是75元這些位置 穿了才去 那你不會穿完升勢 落到七十元馬上去出手 所以這陣子的升浪上 我們是想去落七十元才去買 但其實你只是碰到七十元一次 這些機器 就算我們建議 都未必大家會更多 錯了就算了 我們會這樣說 但你有貨的 當然說 不穿一條十天線 你不會害怕 分分鐘不落八十元 你夾到九十元 甚至紅底股都有機會 但問題是我們反映了 尺尺八把 剩下兩升 八十個百升 那就是一百元 所以你有貨的 你可以看一百元 但我不會建議這些位置 最忙碌的一百元 因為最樂觀的情況 當然看到一百元 但問題是 如果你一開始調整 二十元便是二十元 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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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貨的 你沒有貨的話 算了 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出現調整 調整完才去考慮 相反地有貨的 是否定好指贈 這些都是不斷推高指贈位去上 以暫時八十元 或者七十五元 去做指贈位 繼續向上網 對阿奴的推介 都是說有貨的 就拿著 就不要指贈 但是沒有貨的 就現在追入直播率 就不高了